好 两位跟观众朋友问个好 好不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欢迎乐之城 已经有了主人的感觉了 对不对 好 来 下面郑敬老师来 大家好 我是跟着老王来吧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眼中的彼此 是什么样的一个朋友 曾经特别准确地描述过 我们是来亲谱 解释一下什么是来亲谱 什么叫来亲谱 就是来往亲密的普通朋友 来往亲密 请问你们两位在彼此的眼中 有没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 没有 真的 她这么晚了 老郑在我眼里 又有言 又有才 又有境界 又有幽默感 是 完美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上辈子就有很好的缘分 所以这辈子大家在一块特别自在的感觉 自在其实是一种很难得的舒服的感觉 这次的这个创意名字叫 世界上最幸福的病 那他想讲的故事是 这个人他从小就得了一种病 他的表情只有一种就是微笑 但是因为这位艺人呢 他有特别跟我提到说 他担心他不是那么会演戏 然后另外他有觉得 我的东西太文艺了 他还是比较希望是小品式的 因为大张伟是一个 就是不能停止说段子这么一个人 就是一直要表达快乐 让别人感到快乐 对 他明白这个生活有很多苦 但是他愿意用笑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非常他非常非常明显的 你多一年给他拍MV的感觉 他就能演出来了 王菲他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拍 他反而来跟我说 你跟大张伟沟通说 你就是给他画面 大张伟这种是人很有辨识度 声音很有辨识度 形式风格都非常有辨识度的人 我觉得当导演来讲 你选择了一个有点像艺术家的人 你同时也要接纳这个部分 这次的这个创意名字 叫世界上最幸福的病 那他想讲的故事是 这个人他从小就得了一种病 他的表情只有一种就是微笑 但是因为这位艺人呢 他有特别跟我提到说 他担心他不是那么会演戏 然后另外他有觉得 我的东西太文艺了 他还是比较希望是小品式的 因为大张伟是一个 就是不能停止说段子这么一个人 就是一直要表达快乐 让别人感到快乐 对他明白这个生活有很多苦 但是他愿意用笑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非常他 非常非常明显的 你多一年给他拍MV的感觉 他就能演出来了 王菲他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拍 他反而来跟我说 你跟大张伟沟通的时候 你就是给他画面 大张伟这种是人很有辨识度 声音很有辨识度 形式风格都非常有辨识度的人 我觉得当导演来讲你选择了一个 有点像艺术家的人 你同时也要接纳这个部分 我要请我的两位换月好友 他们看完你们的表演之后 对大张伟非常不满意 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不诚实的男人 郑勋老师说 都这样了还说不会演 是不是 我的优点 你又看出来我虚伪 大张伟就是特别会表演自己弱的那一面 他哎呀我崩溃了 回家了 演不了 其实内心准备的比谁都细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 让我特别震惊 我觉得歌手里边 我还真的没见得演这么好的 然后第二 我觉得伊能静老师跟你导的 一气喝成这样 我觉得导演是非常难的 棒棒的 对我想问一下菲啊 因为其实你是知道他们在创意的过程当中 那种彼此之间的争执 你还说过一句话 谁说服谁 那你看完今天的最后呈现之后 你觉得谁说服了谁 我觉得大张伟 他不是没有悲伤的那一面 他只是不愿意表露 然后我很惊叹于他的那段悲伤戏的演出 而且他就是他给我 我突然觉得他有点像Jim Carrey 对 我特别像Kitty Perry啊 我有那么性感吗 什么Kitty Perry 是谁 Jim Carrey Jim Carrey 我和他Kitty Perry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把掌声给我们第一组的换阅 来打我们的大张伟 和我们的伊能静 谢谢各位 你们就知足吧 谢谢 谢谢各位 最早的 我觉得他从今天整个释怀 关键是他怎么就忽然间释怀了 不晓得可不可能 就是他自己在台场长个独白 不要太多独白了 他去拿他的气质 都冲出来 那永远是走不出来了 好吗 还戴个戒指 那你都死了戴什么戒指 好吗 你就别再留念想了 听说你一人的想法 跟大家说一下 你自己看 最终不是释怀 是明白爱如何珍惜 人家还不想表达释怀 好 我再调整 首先问一下菲姐 你对《纯姐》这一段演出 炸裂 炸裂 演技炸裂 我旁边的老郑 是一个就是不感情外露的人 但是他刚才赞不绝口了已经 再加上他们真的资源很少 然后导演这个 这个鬼影重重的切来切去 对 就是那个气氛烘托的恰到好处 真的 真的非常的牛 听这首歌以后 我想尽量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就是第一场的时候 场面是一个 一个车的碰撞现场 进到第二场戏 形成的是一个 探视的一个被探视的关系 从第三场开始 我们会形成一组蒙太奇的镜头 我觉得第四场 是我这个戏剧里面 最关键的一场 从这场这个镜头表现出 他们俩是三个镜头 你这段是一个人在上面表演两个人 是 第五场的时候 两个冲电的合体 尾声 妈呀 你这是八分钟吗 有一个 最后一个彩蛋 就是当这个暗风收掉 彩蛋 我觉得 这是我收到的最后一个 最后 最后 对对 最后 杂乃亮表演得太好了 谢谢菲姐 我相信观众都觉得特别的扎心 特别感人 加上导演巧妙的构思 这个结构比较丰富 层次也比较多 大家这个情绪就调动得很充分 所以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菲姐 谢谢 谢谢菲姐 谢谢菲姐 你愿意做个不死人 还是一个平常人 我要做个平常人 做不死人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我已经受够了 你说 然后练了十年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老婆已经病入膏肓 最后他一怒之下 抢了仙丹 给他老婆吃了 然后他就变做成了兵马俑 然后老婆在转世的时候 他就进了一个地宫 发现那个兵马俑的时候 他就把仙丹吐出来 喂给了将军 这仙丹还能吐出来 为什么早不吐 早就活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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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吐完之后 他又吐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 他应该吐一半 一人吃一半 一人吃一半 都活下去了 不过 开玩笑 但是可以吐出来 这一项 我觉得有点突兀 这女主一直知道 仙丹是可以吐出来的 她可能知道 我因为这个仙丹 我才能长生 我能一直活下去 但她不会轻易吐出来 因为她没找到 她那个人 对 她没有找到 她没有遇到 她没遇到 所以她其实是 一直在寻找这个人 你要把这点讲清楚 对 对 真的 我觉得她们的完成度 除了那一点点 小小操作上的失误以外 完美 如果你们觉得 这次挑战你们不满意 希望你们下次还能来 又开始超艺人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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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